嗨,大家好 很高兴由我来跟大家介绍 数据存储的相关知识 这一刻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知识概要 在数据存储的心理课程当中 每一小节我会结合demo来跟大家进行讲解 那么我们需要学习掌握哪些知识呢 第一个是杀核机制以及目录结构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应用程序杀核 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是怎样的 以及代码中我们如何获取指定的目录 第二个方面是文件和目录的管理 目录管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检查一个目录是否存在 以及如何创建和三重目录 文件管理我们同样需要知道如何检查文件是否存在 以及我们如何创建或者删除文件 第三个方面是用户搜寻项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用户搜寻项 以及如何保存数据和读取数据 第四个方面是属性列表和编码对象 我们需要明白属性列表的概念 并且知道怎样保存数据和读取数据 编码对象 同样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概念 然后熟悉NS科品这样的协议 最后大家需要掌握 固档和结档码操作 接下来是Sicklet 首先我们要知道Sicklet是什么 然后大家需要掌握它的相关基本操作 包括数据库的创建打开和关闭 以及如何创建表 以及我们如何对数据进行插入查询更新和删除 最后大家需要知道我们如何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 最后是CoreData 关于CoreData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基本概念 然后大家需要了解世界存储在 知道它是怎样组织构成的 在掌握了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会给大家分析 CoreData项目当中系统自动生产的代码 然后我也会给大家演示 我们如何在自己的项目当中加入CoreData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是实体和图观对象的相关概念 在掌握了这些概念之后 我们大家需要学会 如果我们怎样来进行数据的相关操作 包括查询插入修改和删除 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获取更多的相关知识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这期课就到这里